哈囉 Vogue的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郭書瑤 今天我要來介紹一下瑤瑤的一週健身課表 首先禮拜一呢 我會先就是大腿 對 就是這裡前側 然後我這樣圍蹲 就是扭屁股 然後它這個可以見到大腿跟腰 然後我在家我就會一直這樣 就是可能看電視的時候 然後或者是有時候我吹頭髮我也會這樣 就是一直扭 然後在進階板的話就是前後 前右 後 左 然後繞圈這樣子 禮拜二呢 我們來見個肚子好了 肚子是我最常做的 就是 我只要平常在椅子上 然後那個椅子是沒有靠背的話 我就會在椅子上這樣子掀空 然後做這個 然後就做到肚子摔為止 然後腳盡量都要呈現大概90度 禮拜三 見胸最基本的大家看過的就是這樣 就是手臂這樣合著 然後90度 然後往上拍 然後它會有集中 然後這邊 重點是你這邊兩邊要感覺到痠痛 那才是正確的 禮拜四我們見什麼呢 見屁股 我最近很喜歡見屁股 因為我覺得女生如果屁股很翹會很性感 然後我有兩種 一種姿勢呢就是這樣子 就純粹往後抬 對 然後在進階板的話呢 就要有一個扶手 然後你就要變成這樣子 然後往後提 盡量讓你的腳 踢超過你的頭 對 然後禮拜五 禮拜五我們可以見什麼 喔 見手臂很簡單耶 就是有時候我跑步 跑一跑跑一跑 然後我就會開始跳waking 就是因為我之前就有練跳舞 然後我會邊跑 跑步機場然後我就會邊這樣轉手 然後或者是一直這樣子 就可以見到你的手臂 結束 哈囉 大家好 我是Ana老師 我相信大家都有很多人都有這樣的困擾 就是其實肚子不胖 可是腰就是直直的沒有線條 沒有關係 我們今天就來想辦法 讓自己的小蠻腰慢慢的出現 好 首先跟我一樣 打開你的雙腳 深深的吸氣 讓我們的身體 往你的右邊方向延伸 稍微伸展一下 回到中間再一次 往你的右邊延伸 好了 伸展你的幾下呢 大概六到七下之後 我們可以換邊 兩邊都做一下伸展 讓你的側腰肌群 稍微的溫暖一下 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要開始今天的運動囉 第一個動作我要請大家先到 相撲式深蹲的位置 相撲式深蹲 兩腳的腳尖膝 膝蓋朝向你斜前方 四十五的地方 肚子收 臀部夾緊 記得你的肩膀一定要往上提 深深的吸氣 把你的身體往下蹲 這個時候呢 注意一下 我的臀部沒有往後翹 我是回在中間的位置 所以當你往上往下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的身體 是在同一條直線上面 把我們的雙手 放在你的後腦槽的地方 深深的吸氣吐氣 把你的身體往你的右邊方向延伸 回到中間 有沒有發現我的身體都在中間 我的臀部都在中間 而且這個動作超好 它還可以練到你的下半身 順便練一下 一舉兩得 吸氣吐氣 好 連續做六到八個 然後中間休息十秒的時間 然後再慢慢回到中間 這個動作非常的有感覺 來到第二個動作呢 第二個動作就是大家都知道 側腰的側棒式 好 要怎麼做呢 你的手肘一定要在肩膀的正下方 把你的兩腳 膝蓋伸直 肚子收 臀部夾緊 肩膀往上提 這個時候我的側腰是有力的 往上延伸 吸氣吐氣的時候 身體往上 把你的左手往上延伸 記得保持你的呼吸囉 如果你覺得沒有太多感覺 可以把你的手往上 腳一起往上抬高 停在這個位置 好 停了大概六到八秒 往下 好 直接回到中間 然後呢 要換邊做 第三個動作 我們來到龜姿的地方 好 先把重心放在你的右腳上方 你的左腳 腳尖膝蓋點地 一樣肚子收 臀部夾緊 肩膀往上提 好 這個時候把你的左手 輕輕地放在耳朵的後方 胸腔打開 它不是內瘦的 胸腔打開 腳尖用力的有力的穩定 吸氣吐氣的時候 把你的手肘去碰你的膝蓋 回到中間 吸氣吐氣 用的是我們側腰肌群的力量 還有你身體的穩定度 再回到中間 再一次吸 吐氣回到中間的時候 你的膝蓋 穩定 核心穩定 好 一樣連續做大概八到十個 然後我們休息要再換邊做 如果你想要讓自己強度高一點 可以做十六到十八個 中間休息十秒的時間 我們再做第二組跟第三組 今天呢我要帶給大家一套高強度間歇運動 這套運動呢除了是高強度的有氧以外 主要也是訓練到夏天女生最害怕的肚子 核心的部分以及大腿的部分 我要教大家做的第一個動作呢是高抬腿跳 好 那這個動作呢我希望大家在做間歇之前呢都還是稍微活動一下自己的關節 這個動作很簡單 應該大家小時候在體育課都有做過 就是這樣 這個動作呢一直持續二十秒 好 然後第二個動作呢大家很熟悉的深蹲 深蹲要注意的東西很多 膝蓋呢和腳尖要呈現同一個角度 不可以這樣憋腳或是腿太開 然後在蹲的時候呢有一個屁股往後坐的感覺 身體不要太往前盡量讓自己有點挺 起來的時候屁股有一個夾起來的感覺 做二十下 但是如果你覺得深蹲已經很簡單了 你想要加進階版的你可以這樣換你的重心 它在換重心的時候同時也會運動到你的核心幫助你做平衡 我們下一個動作呢是 左右 左右蹲 你可以選擇插腰或手擺在前面都可以 做二十下 那如果你覺得這個動作很輕鬆 你就可以變成這樣 手去碰你前面的地板 然後也是轉換重心 記得在做的時候 膝蓋和腳尖要朝同一個方向 這樣才不會受傷 這個動作叫做保加利亞蹲 它其實有一點點的難度 看似很緩慢 但其實需要全身的力量 一隻腳點在鼻子上面 身體保持垂直 往下蹲 這邊的角度要呈現九十度 不用很九十但是不可以超前太多 然後記得重心要有一點微微的往後 你會覺得重心後腳也很用力 這個動作呢會練到你的大腿後側前側 你的臀大肌還有小腿肌 一隻腳蹲八下 接下來就是地板的動作了 第一個動作要教大家的是喬式 喬式大家應該很熟悉 先躺著 然後呢肩膀還有膝蓋是同寬 你可以選擇你要這樣子做 做二十下 你也可以選擇你停在這裡 手可以在下面握拳 這是比較進階的版本 但是都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要注意 就是你的屁股一定要維持一直夾著的狀態 你不可以做到後來然後開始往下掉 一定屁股要夾緊 這個動作是訓練女生的臀部非常的有用 最後一個動作呢是我們的棒式 大家應該很常接觸到 但是很容易大家犯的錯就是呢 你停不下去了你就開始把屁股抬高 或者是趴腰 這兩個動作如果發生的話都會很容易使你受傷 所以記得肚子和屁股都是用力 一直都是呈現緊繃的狀態 最後一個動作我們要停一分鐘 那如果你覺得一分鐘對你來說其實已經太簡單了呢 你可以選擇進階版的 把單腳抬起來 再換腳 這樣的話同時也可以訓練到你屠夫的力量 接下來你就休息一分半 開始從第一個動作高抬腿跳開始 基本上呢如果你是運動新手的話 希望是可以做到三組 但是如果你運動能力已經非常好了 你可以藉由我剛剛提供的高難度的方式 或者是你時間停的長一點 來增加你的運動強度 哈囉各位VOGUE的觀眾朋友你們好 我是林可彤 看到我通常都是要做運動 所以今天呢就來跟大家分享我最喜歡的彈力帶的運動 那為什麼呢我會選擇做像這樣彈力帶的運動呢 是因為它非常的輕巧然後好攜帶 所以呢不管你去到哪裡都可以運動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運動狂的話 就絕對不可以錯過彈力帶 那今天呢我們是用彈力帶的阻力呢 來做從頭到腳 全身上下的六個動作 然後非常的簡單大家一定要把它記起來 那第一個呢我們就從手臂開始 大家都知道呢媽媽就是最怕有掰掰手 所以呢掰掰秀掰掰秀 所以呢我們就把彈力帶套到我們的手上 然後上下拉開之後呢往下拉 往下拉的時候你就可以看到我的左手的肌肉 是掰掰秀這個部分呢就慢慢的緊實用力的 然後我們要記得做彈力帶的動作 就是身體要穩定 動作越慢其實是越困難 所以呢難度越高呢效果也就會越好 所以我們可以一邊拉20下 然後再換邊 然後20下呢是一組 那第二個呢就是背部 其實我們會很常忽略掉背部的動作 如果呢你的背部的肌肉線條好的話 其實你會讓你的身體看起來更挺胸更有精神 所以第二個呢我們就來做背部的動作 那我們讓彈力帶呢幫我們的手做一個正確的寬度 然後慢慢的將手往後拉 那記得你的手肘呢是要輕輕的擦過你的身體的兩側 然後到後面的時候你要讓你的肩胛骨向內夾 向內夾這個動作呢就可以運動到我們的背部 那你要記得你在肩胛骨向內夾的時候呢 肚子不要突出來肚子要收腹 那一樣呢做20下 然後重複2-3組 就是一個很好的背部線條的訓練 那我們把上半身做完之後呢 那我們就來做我們的下半身 下半身的第一個動作呢 我們呢會做的是臀部跟下肺的動作 這個動作呢可以做到我們的臀部還有大腿的後側跟內側 我們呢先把兩隻腳打開跟我們的寬部一樣寬 然後雙手向後擺 然後這個時候呢收腹 把你的臀部呢慢慢的抬起來成一個桌子的樣子 然後呢厚住在這裡 然後將兩個膝蓋向外推 然後在內夾向外推 在內夾就可以做到我們的大腿的內側 然後這個桌子式呢是可以做到我們的臀部跟下背 所以呢我們放下之後呢再一次向上推 然後讓膝蓋向外推 向外推 這樣子的動作呢就可以運動到我們整個的下半身 好這個動作做完呢我們就來做我們的臀部的練習 一樣呢彈力帶在一樣的位置 然後呢我們讓自己成四足跪絲 跪好之後呢我們將我們的右腳向上提 向上提的時候你就會覺得整個臀部呢就是向後的延伸 然後加上彈力帶的阻力效果呢會更好 那記得動作都要慢 然後身體要穩定不要讓我們的臀部外扳 好做完了下半身的動作之後呢 我們就要進行到最後 最後是我們的腹部的練習 腹部的練習呢我們將彈力帶放在我們的腳背上面套好 然後呢我們做一個平板式 平板式的時候呢手要記得在你的肩膀的正下方 然後撐起來的時候呢腹部要收 然後呢腰部不要下線 然後撐好之後呢我們將我們的兩隻腳往前 像登山式的動作 然後你會覺得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有氧的動作 然後彈力帶的阻力呢會讓你的運動的難度變深 所以呢效果就會更好 那最後一個腹部的動作呢是讓你的彈力帶 一樣來到你的膝蓋的上方 然後我們坐穩在地面上 然後將你的兩隻腳抬起 然後手呢放在你的耳朵的後方 然後腳呢可以踢出去 左右的像騎腳踏車的方式 那平常在做的時候你就會覺得腹部呢 從中間到下腹都有很大的感覺 可是如果你加上彈力帶的話呢會更難 那你一樣可以做二十下 然後重複二至三組 就是非常非常好的訓練 其實呢只要有彈力帶 每天呢花十五到三十分鐘 這樣子做運動 你就會覺得身體的雕塑線條會變得更好 然後運動其實不難 在家或者是甚至在辦公室的小角落 你都可以用彈力帶來做很多很多不一樣的訓練 希望大家呢可以用彈力帶培養更好的運動習慣 每個人都是可以擁有好身材的